多家GMP厂商准入搜水油事件 GMP公信力已经摇摇欲坠 行政院长江一华今天下午视察台中大都会歌剧院时表示 政府已决定改变GMP的认证制度 未来一家厂商必须同类产品全部通过GMP检验才会发给认证 台铁上午6点45分新方往竹北间的东正线 因为松鼠爬要电车线和绝缘体之间导致导电 将电车线烧毁断落 一度造成单线双向通行 由于是收假后第一天上班日 时间至少延误20分钟以上 让乘客抱怨年年 台湾一届最创世界奇迹 36岁的许小姐三年前生第一胎时 因为子宫有重达3.5公斤的肌瘤 口腹生产时子宫断成两半 即使当时紧急做缝合手术 依旧造成子宫重创 没想到三年后 她居然能再次怀孕 还顺利产下健康宝宝 成了全球首例 45岁的奶茶刘若英结婚多年 终于传出好消息了 久后她在脸书公布怀孕喜讯 演艺圈好友与网友也纷纷为此献上祝福 新台海电视整理报道 涉及编写